由嘉义行善团出资重建的花莲市农兵桥 两个多月前封桥进行重建的工程 目前正在进行玉立钢模组重建以及灌浆等作业 花莲市长魏嘉贤特别陪同嘉义行善团的人员 来到工地巡视施工的进度 由于距离明年的防汛期还有半年的时间 魏嘉贤期盼施工的厂商能够加快进度 以免影响其成 嘉义行善团的常务理事黄敏修和邱茂家 10月7号特别来到花莲市 关心正在进行的农兵桥改善工程 市长魏嘉贤陪同视察 除了感谢嘉义行善团帮忙 也期盼施工厂商在明年讯息到来前 可以把工程进度赶上 施作同时也要一并兼顾美轮溪的生态 还有人员进出安全 那今天在农兵桥 我们也关心整个一个农兵桥的一个施工 的一个进度跟状况 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嘉义行善团 的我们两位常务理事黄常务理事跟邱常务理事 特别他们也是有工程背景的 来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整个进度跟整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非常谢谢嘉义行善团的原建 重新原建的这一座农兵桥 我们希望说在这座桥的整个施工的过程里面 那已经过了比较重要的一个河水会比较有防汛期的问题 那未来在施工的部分可能必须要把一些进度再持续加快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防汛期之间过了之后 然后在未来下一个年度的防汛期来临之前 赶快把所有的进度都赶上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施工厂商的部分也能够注意到 这里的一个生态还有一些居民可能会闯入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嘉义行善团 给予花莲的非常多的一个建设支持 那在此代表花莲市民谢谢嘉义行善团 为配合农兵桥的重建工程 目前台电已经把电缆给迁移 避免施作时机具误促电线造成公安 而自来水公司的管线迁移工程标案也在进行当中 在等待的同时 厂商先试作玉立梁的钢模组建灌浆 目前完成了四支的玉立梁 还有八支玉立梁在等待组建 厂商表示 12支玉立梁全部完成之后 会以吊车移到桥梁的主体工程现场来组合 而农兵桥在7月15号封桥施工 预计在民国111年农历年前可以启用通车 却徐立琴华联士报道 按订阅 去 去 去 谢谢大家